欢迎收看 欢迎把抓 我是张老河 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四大关键字 大风吹 吹什么 火车过站不停 郭董买票下车吗 核能 绿能 大转弯 今天猴 柯 郭 葫芦寺同框 我到底看了什么 从台上桥位 桥到台下座位 你拉我党 人家说不要就不要 从密会到各自放话 到三人相聚 猴 现在不忍了 一句火车过站不停 政党协商的daylight 难道就是这周五吗 谈不成我们战场上见 等等 现在郭董说 还有我 今天是联署交卷的最后一天 大家都知道郭董过关是基本的 但是你最后合格的有几份 外有富士康查税 内有会选风波 郭董会选择下车吗 想下车的恐怕还有陈建仁 一句河南是绿电 民进党的神主牌都快被他砸烂了 现在所有下属接连护航 建仁建仁 多希望你是好人 诚实豆烧包吃下去 就别吐出来了吧 看看柯文哲 除了香蕉皮他不吃 他全部吃光了 史上最强人体厨鱼鸡 非他莫属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黄义忠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晚安 台湾市议员林涛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易中哥今天在葫芦寺 三个大咖三大金刚 总算聚在一起了 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铭 殊不知他们玩的游戏 让我想到小时候玩的 大风吹 吹什么 吹不想蓝白盒的人 到底是谁 到底谁最不想蓝白盒 画面会说话 是 话说今天三大金刚 出席台北葫芦寺的 这个妈咒起家大典 这件事情其实从昨天 就有戏在演 昨天晚上 其实庙方为了这个台上的位置 台下的位置 就已经在那边瞧了老半天 那之前 到了今天早上以后 你看光台上站位就瞧了六次 然后台下座位 柯文哲买送 他就说 庙方就已经瞧了八个位置了 重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台下才是精彩 你看这个画面 柯文哲跟郭台铭先入座 两个坐在那里本来就好好的 按照庙方的那个名牌贴 重点是台北市的国民党主委 黄律锦如出手了 他就过来 意思是说柯文哲 你是不是不来坐来 我们侯友他辛苦比较 他们10月31号晚上才在新店 在金美两个密会 算是有交情 他想说不然是不是也坐过来这边 柯文哲就没了 不要 没有啊 当场就直接 当场就让黄律锦如难看 这个赛兵 谁倒连后面的那个 国民党的那个立委 立委候选的游淑会都说 算了 算了 就拍一口 一堆记者在拍案那边弄得难看 然后所以全程就是你知道 就一开始用赛兵以后 后来就很尴尬 那柯文哲跟郭台铭就两个 就在那边窃窃私语 然后重点是 10月31号晚上才见过的侯友宜 就很尴尬的跟柯文哲 有两个相近如兵 他就只能跟旁边的台北市长在那边 而且我记得没有错话 黄律锦如他去找柯文哲 说你赶快过来的时候 郭董好像有听到 也出手说不要啦 对啦 现在好像就是要燃焦 两个在那边谈情说话 你黄律锦如硬要叫过来 人家感情好就说不要啦 所以整个就是漏气 今天早上今天是漏气 那漏气完以后 大家后来就上台去讲话 那三个人讲的话 当然就是讲 后来说谁当总统 谁在哪个位置都要为台湾好 不是废话吗 然后郭台铭说 带给台湾和平 经济繁荣 政府今天还不是废话吗 那柯文哲就来了 柯文哲讲话就比较酸 他说奇怪的事情 妈祖烙尽 真正感受到台湾最底层生命 跟台湾人民的善良 意思就是说 我才是代表最底层的啦 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 尤其在国民党 就是酸味就有点出来 好 突然来 口友宜其实今天有讲一句重话 因为他们10月31号那个密会 是显然到底谁去泄密的 然后去找记者 大家已经闹得很不愉快 对不对 后来已经讲了重话 他说火车过站就不等人 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要开呢 11月3号是他的最后期限 这礼拜五 等太久了嘛 哪有要搓搓到现在 没人都已经 连朱立伦这个没人 都已经塞到这种程度 大家搞到这样 所以后来其实也 其实后来也很不爽 那柯文哲也透过他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出来讲了 他就说只要方法公平 符合程序正义 选票上谁赠谁付都会接受 他其实也就是说 你国民党就是要出奥部 以下民主初选然后这些 好 那重点来了 那看起来 民主长副秘书长就讲了 蓝白的旗舰很大 无限回圈 然后重点是 已无郭柯配的选项 郭柯配没有 但是如果是柯谁的话 或是柯什么的话 这就是有信的 他有伏笔的意思 有伏笔 对对对对 今天因为讲到这样 然后再来名嘴 就陈东豪 东豪哥 然后尚义夫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讲到 他说10月21号 就是在10月31号的 前一次密会的时候 侯结束桃源那个肇事以后 他其实 他说他在会中 柯文哲呛了侯有一句话 因为之前我们听到就是说 在还没有密会 还没有见面之前 柯文哲是说 就是 我让你选都不会选上 对对对 那已经是 可是到了面对面 大家已经在现场的时候 话讲得更重 他讲什么 他说不但扭 你算你买到 好了 柯智恩或韩国瑜出来 当副手 都比你强 就知道 这件事情侯友仪 都要整百多火 那气到 怎么也传出来 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经过证实 柯伴 发言人陈志良就说 这应该要跟侯伴跟爆料 名嘴求证 所以他也没有否认 然后侯伴的发言人黄子哲说 不评论个别名嘴爆料的内容 所以你看 就是都已经大家闹到这么僵了 而且话都已经讲那么重 然后这是10月21号 那经过10月31号这场密会以后 看起来 我们看今天早上的状况 这两个火车看起来真的是 就是各开各的 那各开各尴尬的在于 你们可能会对撞 这就是目前大家观察的指标 伯极哥 只能说今天这个场子 三个人就在神明面前上演了这一出 这一出我真的是看不太懂 到底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瞧来瞧去 现在他们这背后意义是什么 他们这些话能够做什么样的解读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侯友宜在致辞的时候 有讲出一个端倪 他说特别感谢蒋万安市长 把他的主位让给他做 也就是说侯友宜是知道 有座位的更动调整 那为什么要换 为什么要换 是不是原本他离锅跟柯有一段距离 因为如果他说董事长的右手边 就是原本是讲万安的位置 然后让他做了 所以他是不是要拉近这个距离 没错 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吗 好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来我们来解读 黄吕锦卢希望柯文哲换位置 那要换到哪里去 他应该想要跟那个侯友宜 应该是想要跟侯友宜 坐更近 就是说你不要跟郭台铭坐在一起 你过来跟侯友宜坐在一起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不得而知 因为最后没有换成功 好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国民党的 或者说国民党的基层 因为黄吕锦卢是党部主委 他们可能还是想要营造一个 蓝白河的氛围 而他们现在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 是郭柯合作 因为郭柯如果合作 柯文哲跟郭台铭合作的话 会导致国民党的阵营 在在野阵营变成力量变弱 比较小 我听到一个讯息 国民党有人请郭台铭参选到底 国民党内有人请郭台铭参选到底 这个我们就不要多说是谁 但是层级不低 我听到这样的讯息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 郭台铭参选到底 拉谁拉比较多 拉柯文哲拉比较多 那这个对最后关头的 所谓的气保 会对柯文哲比较不利 我跟你讲很多的铺牌 我相信各个阵营都已经有在计算 所谓最后关头 到底我的选票要怎么样极大化 都有一些战略的目标了 当然现在蓝白河还没有 还不能完全说结束 但是看起来已经濒临绝种 就是说已经面 在那个悬崖的前一步了 下一步大家就是各自选下去 那今天我还是想到这个换位的 这个政治学 就想到10月24号 王金平前院长跟柯文哲 就柯文哲去拜会 王金平院长的时候 王金平给他开示的那一句话 就是换位思考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柯文哲说 他听进去了 然后回去思考一晚 那事实证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可能忘了差不多了 拒绝换位了 因为换太多次了 不要再很烦 所以可见柯文哲对换位这个事情 他还是有点敏感的 那这个没有办法 我觉得以这个活动 毕竟他们都是客人 庙方的调整 我觉得都可以尊重 但是如果这件事 比如说你同样是客人 黄绿井同样是客人 要去请人家这个换位子 我觉得可能柯文哲就觉得 有点没有必要 老师我们刚提到换位这件事情 这个郭敬办的这个发言人 陈嘉宜他也说了 他直接说大风吹什么 吹说谎 这个鼻子会变长的人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说当下 其实庙方在昨天 我简单懒人包跟大家讲 在昨天庙方 只要把位置就决定好了 他现在控诉的是 侯友宜这一方 真的很会移这个椅子 之前就已经移过了 这一次还要再移啊 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老师我要请教 现在 侯友宜直接讲了 火车过站就不等人 从进办对进办没有了 现在政党协商 也好像完全破局了吗 好了我们先来看 这个换位子大赛 黄绿这个台北市 最重要的一位霸婆 什么都要瞧 什么都瞧不定 像钟小平被他搞了很久 最后还是钟小平 浪费时间徒增纷扰 真的没有必要 今天位置怎么做 不管怎么做 中间都是有一个主委要做嘛 你在怎么瞧 到底是在瞧什么ABC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就是想要去营造一个 好像郭台铭 好像谁 柯文哲 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那个 关联性可以把它拉出一条线 然后呢 是只谈得下去吗 也不是黄绿在谈嘛 黄绿连个钟小平都搞不定了 我还是要帮我们小平再多讲几句 两人冤愁已久 到底关黄绿什么事 好 拉来看 这个火车到底要不要停 其实啊 周二的晚上 密会之前 侯尔宇就不想停了 他进去之前打的没通电话都会说我其实就是没有打算要谈和啦 今天就是意思其实就是给主席一个面子啦 侯伴的出来的声音是什么 好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今天却又传出猴伴有人犯话说火车的那个倒战时间不是礼拜五啦 也不是礼拜六啦 是礼拜几不知道啦 反正不是那一天啦火车又要再次启动 这也太奇怪一下印一下软 这个就是高雄捷运轻轨房撞线这样会是绕圈的那种火车啊永远都在绕啦但是这符合之前国民党的大战律拖就是把战局往后拖为什么呢拖越久民众党的战力就越弱要注意后遗的民调有没有起来有他是蓝白河真正的这个话题的得力者他透过这个过程让国民党的传统的自觉都说柯文哲搞什么嘛虽然说蓝白河认为失败� 威哲与柯文哲的30几%可是后遗就是要这一个他就是要这种感觉即便后遗暂时几%注意人赞30几%反正助理人员不选嘛那就暂时承担主席不承担谁来承担所以这个战会不会拖我一直都在讲搞不好就真的拖到明年1月13投票当天还在讲到底要寄谁包谁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演的所有戏就是看谁赶快从火车上面跳下来 谁愿意从这个无限轮回中拖出了 领导你从今天的葫芦寺这边看起来这个包括柯文哲就是不想去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现在消息他也出来了之前怎么呛侯友宜的怎么呛侯友宜的你们主席还要再堆叠善意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选到底这样就好了可以啊那选到底三咖都四咖都会赢嘛看起来赢的机会很有限嘛你要相信侯友宜啊我相信侯友宜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体你要气干净真的是有难度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我认为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蓝白盒的角力会不会一路到1月13号我目前看起来非常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啦因为今天侯上长他讲说这个车站嘛要火车明天要过站要上车赶快上车不然大家就不要相见害我早上总之徐一直在听车站这首歌对不对到底是欢喜来接亲人还是伤心来相送对不对 那到底在这个火车上呢到底是蓝白会不会梦中来相见夜夜梦嘛对不对我们知道歌词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这个局是越来越乱可是赵和我说真的 伙伴最新的讯息又传出明天不是day light了 你看那个讯息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就是标准的在做最后的谈判 柯文哲也是他把郭台铭拉进来就算郭台铭都陷入很多检调之间他把郭台铭拉转 你看到所有人出牌都加速了一天可能会出两到三次牌 我认为这就是蓝白盒要进入最关键谈判的谈判期 柯奇哥我能这样形容吗这些话10月21号 这个科呛猴这件事情发出来很明显是猴的主战派这边丢出来 就是说怎么会讲是这样的话我们能解读是这样 就是不要再蓝白盒了就直接选到底了 我相信现在双方都有情绪啦 那如果在第二次会面后还要去翻第一次会面的旧账 很多人你看像朱立伦主席一直在强调 包括上个月的所有的这个什么黄金组合的谈判 都是过去式的现在要往前看 他不断的强调因为我们要重新累积这个善意嘛 如果最后蓝白阵营互骂没有任何的善意的话 你不要讲去赢赖心得啦 最后可能是两边两败俱伤一起进入历史的灰烬 所以我会觉得在野阵营很多人都讲什么叫主流民意 现在赖心得常常讲说蓝或白都不代表主流民意 但是蓝白合作是不是主流民意 目前看到大部分的民调上面都是说支持在野整合 促成政党轮替 这个确实几乎是过半的民意 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论述的 所以我还是得要强调 这些所谓的大咖或是意见领袖 或是要选总统 党主席 你们在思考这个不管要不要合 那合作是一种战略 不合作也有不合作的战略 那不合作你要树立更多的敌人 还是要找更多的朋友 我相信这个比如说今天中午 柯文哲跟侯友宜虽然这个看起来态度不好 但是他就中午就去跟郭台铭吃饭 就是这样的道理 柯文哲如果他看到蓝白合的 几率不高的时候 那我转而去找郭台铭合作 他把他的合作的机会 他不会把他全部关闭 可是现在国民党看起来是 我又边缘化郭台铭 我又去对打柯文哲 你最后会把在野势力全面的瓦解 分散的时候 我觉得对整体的选情 就算这个侯友宜坚持选到底 也不见得对蓝铭有利 周一到周五晚真十点 请锁定 欢迎去打赞